全日多區有人聚集倒露 破壞商店和港鐵設施 警員和警方設施亦成為被攻擊的目標 警方說觀塘有警員被人以利器割頸 旺角警署晚上被人訂超過20枚汽油彈 醫管局說截至晚上11時 各區公眾活動有36人受傷送院 其中3人情況嚴重 先看看針對警方的暴力行為 一派防暴警察喊慢在觀塘港鐵站天橋 撤退時 有人在旁邊伸手攻擊警察 從慢鏡看到 這個男人是用戒刀刺向警員的頸部 多個防暴警察制服一個男人 一個警察頸部受傷流血 很嚴重 走開 收手 由同袍護送離開 送去聯合醫院救治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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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帶走兩個人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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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後地下流有血跡 一拔戒刀 警棍 還有防毒面罩 2005年也曾經發生過警員執勤時被割頸的案件 警員朱振國在長沙環保安道街市外面截查一個男人身份證時被水果刀割頸割穿了大洞磨 朱振國因為失血過多導致腦缺氧全身癱瘋 除了警員受到攻擊外 晚上近7時旺角燈打市街近尼敦道 一批人為主一架白色私家車 搜索車尾箱 警方證實私家車屬於警方車輛 當時鑑證科人員在旺角處理一宗和示威活動無關的爆市案 旺角警署也是被攻擊的目標 晚上大概9時 有人向旺角警署外面投擲汽油彈 警方說汽油彈的數目超過20枚 有警員在警署裏面用滅火筒熱朵 消防員之後在警署對面發現一個背囊 裏面藏有一桶可疑液體 警方先後發新聞稿 說下午暴徒用力氣向警員從後割頸 嚴重威脅警員的人身安全足以致命 警方必定全力追究 又說有警察被訂專頭 甚至被腳踢頭部 在沙田也有警車被釘汽油彈 車身一度陷入火海 警方說持續破壞行為 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要求立即停止 武士電視機者 曾慈倫報導 警方便和提批 警方便趾火筒 警方便要注意 審柒 警方便會受騎 警方便發聲 警方便宜 amer掙理 事件 警方便輝